雖然光線從入口處引入室內 陽光灑落在石皮紋理牆面和幼墓上 以禪封為基礎的茶道教室 堪稱網美級設計 以往使用的灶爐 呈空間最特別的裝置藝術 傳統文化再結合 經過整修後的教室 讓學生驚嘆連連 這間教室非常漂亮 然後很有氣氛 感覺會比較獨在 對比改造前是荒廢教室 天花板吊漆 鐵窗生鏽 改造後木造合適 搭配綠色植栽 特色燈飾看起來明亮整潔 不只實定高中教室變身 就連北港國小也加入改造行列 大面白牆變成黑板 學生可以自由發揮創意 不只牆面經過粉刷 後方還多了展演空間 對比改造前堆放雜物的地方 壁櫃沒有遮掩容易感覺凌亂 改造後打燈展演台 還有木製活動櫃 看起來整齊乾淨 它可以直接拉出來 不像以前櫃子 就是有點麻煩 沒有邊 小朋友可以在角落後 地上 就是下面一點畫畫 第一個感覺就是 學校怎麼變得好像星巴克一樣 那個顏色變得感覺滿有味道的 他們很喜歡 能夠更專注的來學習 空間改造讓美學融入生活 校園美感升級 好的學習環境也成功拉近師生 彼此距離 記者簡宏旗 詹曉成 魏文軒 新北市報導